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加勒比海地区岛屿众多 除了之前介绍的巴哈马、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之外 格里纳达也有一些不错的私人岛屿可供选择 今天分享一座该地区名为Sandy Island的私人岛屿 Sandy Island位于格里纳达主岛的东北海岸 靠近格里纳达最北端的城镇索特尔 格里纳达国内有三个机场和两个岛内出发点 因此交通很便捷 从格里纳达到Sandy Island只需10至15分钟的船程 这座占地20英亩的私人岛屿覆盖着茂密的植被 岛屿中心是一座高高隆起的小山 岛上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和各种鸟类 如仓鹿、加勒比黑鸟和蜂鸟 此外,岛屿西侧有一个珊瑚环礁 适合福钱和其他水上活动 北侧则有一艘沉船可供探索 在该岛约250多米长的海滩附近 还有很多叶子树 Sandy Island曾有一定程度的开发 岛上有一栋大型种植园式的别墅 由于无人居住且年久失休 需要彻底翻新 住宅有五个房间 一个宽敞的阳台 一间厨房和一个后方的员工宿舍 这些都为新业主未来的开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该岛所处的格林纳达拥有丰富的肉豆扣和香蕉树等自然作物 并且该国的旅游业市场也在疫情后逐渐恢复增长 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国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私人岛屿 完全可以满足你的田园生活梦想 格林纳达对岛屿开发的限制很少 当地政府非常支持游客 对外国所有权或利润 资本和股息的汇回没有限制 此外 在格林纳达投资就有机会获得格林纳达公民身份 其他的激励政策还包括对企业利润全额免征长达十年的税收 以及对用于改善酒店物业的设备如服务车辆 建筑和维修材料免征关税和税收等 Sandy Island的原始沙滩 高海拔地貌和北端的天然毛地 都使其具备被开发成优质私人住宅或精品海岛度假村的潜力 该岛是永久产权 目前正在出售中 售价为900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